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最新的网上教学 在上一个影片我们看了 我承诺了,我会让你们检查答案 好,这就是Lattehandiri 6.2c的答案了 我知道这个练习难度蛮高的 所以当我收到你们的功课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勇敢尝试 有尝试自己处理问题的时候 老师真的非常开心 好,和上次一样 你们可以决定在今天的课堂开始之前 探讨你们的错误 或者是今天的课堂过后 好,你们现在可以暂停影片 开始检查答案了 今天我们会看的 就是Movacile-PLDP Sacharel Graph 在这里呢,关键词是 Graph 今天我们的网课呢,我们的目标哦 就是要学会如何把PLDP 比如说这个2x加y等于6 变成一个图表 一个Graph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在这个Persama案理念的第一堂课 我又讲过了 我们学到的东西呢 其实是线性方程 也就是学习线和方程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终于会探讨这一个关系了 这样子Graph图表是什么来的哦 OK,Graph一个图表一定会有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平面 反正在这里呢,那个平面有 X,这个打狠的线 还有Y OK,然后除了平面之外呢 一个Graph一个图表一定也会有 座标 OK,国语叫Coordinate 然后左边的代表着X 逗号右边的代表着Y 所以在这里呢 X是0,Y也是0 所以那个点 你就在X的这条线上找0在哪里 在这里 Y这一条直线上也是0 所以在这里哦 所以我们第一个有的座标就是0,0 那第二个座标呢 是1,2 X是1 Y是2 所以就是在这里哦 那第三个座标 是2和4 X是2 Y是4 也就是说在这边 然后其实哦 一个Graph呢 就是你把这三立点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形成一个图表 一个Graph 所以从刚才的例子呢 我们可以把Graph简化成这个句子 Graph或者是图表 就是在一个X与Y的平面上 由多个座标连接成的线条 所以它一定会有 表面 由多个座标 一定要多个 一个座标画不到线了 对吧 一定要两个或以上 然后连接成的线条 好像你们看北斗七星为什么会像一个咬饭的 扫子 就是因为你把那七颗星连在一起了对吗 现在我们知道PLDP是什么了 我们也知道Graph是什么了 我们就来看看如何把他们联系起来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轻易的连接PLDP和Graph呢 我们就会用回我们做过的PLDP 也就是之前的Jondor9 那 这个Jondor9 我们一起用012的方式 找到的 2X加Y等于6的这个啊 所以从这个Jondor呢 我们知道了 当X是0的时候 Y是6 然后以此类推 其实这个表哦 同时也代表着 它的座标来的 所以其实它的座标是什么 其实就是 0 6 然后 1 4 然后 2 2 所以简单来讲哦 然后我们之前找到那个Bernier-Lessian啊 其实就是我们Graph的座标来的 因为当X是0的时候 Y就是6 啊 0 6 然后 1 4 2 2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 拿来巩固的这个表哦 是打直的 在课本呢 我们也会找到打横的 X是0 1 2 它打横就是0 1 2 然后X是0的时候 Y是多少 Y是6哦 然后 以此类推 62 然后 Coordinate 我们也知道了 0 6 1 4 2 2 那 坐标你们已经知道了啊 一定要有挂弧 还有一定要有逗号 OK 有了 Bernier-Lessian 有了坐标 我们就可以 画Graph了 所以第一个点 我们在X上面找0 OK 0 然后 Y是多少 6 所以 6 一个点 X是1 然后 Y是4 这边 X是2 Y是2 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尺把这三个点连起来 哎呀老师你看这里有点Y哦 没关系的 OK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画在那个Graph paper上面 那个Graph的纸 我们是自己画出这个X和Y的平面 所以 大概 有动到 其实就可以了 你不要 离到太远啦 不要太离谱啦 所以这就是 PLDP 和Graph的关系 所以之前 为什么我们要学PLSP啦 PLDP啦 为什么要找本业的Cyan啦 我希望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新的Graph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这个Graph呢 是X-Y 等于-2 然后它已经给了你一个表 打横了 然后它已经给了你 X不只是0,1,2 它也要我们做3,4和5 然后它已经给了我们其中一个答案 当X是0的时候 Y是2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找出 剩下 5个的Y 找到了坐标 然后就可以画Graph了 OK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用回 上一堂课 我们学的方法来找啦 Hupperbillard x等于1 就会变成 1-y 等于-2 然后要处理到这个1 两边都-1 所以就会变成 -y等于-3 然后-越减了 y就等于3 所以当 X是1的时候 然后Y是3 好,一样的 接下去做 Hupperbillard x等于2 2-y等于-2 要处理掉这个2 两边都-2 所以-2-2是-4 越减 Y等于4 我不用算哦 我也知道这里是 5-6-7 我怎样知道呢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 把坐标是-1-3-2-10 3-5-4-6-5-7 OK,好,现在是我们画Graph的时候了 老师会建议你呢,不要省位置啦 画得宽一点,以后你看回来复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乱 现在要怎样开始画Graph 那,老师要和你们分享一个可以省大家麻烦 不用再擦掉,再摆弃掉,再画过的方法 我们来看X的距离先 X是0到5,OK 所以我就用词哦,大概量横 这里够5cm嘛 因为老师觉得一个号码用1cm 会比较整齐一点,不会太窄 所以OK,够5cm 那,高我有大概这样的位置 2到7,也就代表我需要7cm 然后你就大概看从最低的地方 OK,开始量 有7cm嘛,哦,可以 所以我知道了,我要从这里 从大概这个位置,开始画5cm 1,2,3,4,5 然后超出,多半cm,为什么呢? 因为要拿来画这个箭头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尺移一下一点 然后在每一个cm上标签 2,3,4,5 然后画多出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Y 然后我们把尺移去左边 一点点,标签 1,2,3,4,5,6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老师可以进步的方法就是 这里太窄哦,因为你看啊 我现在写号码 0,1,2,3,4,5 沒問題 不過這裡呢 就會 太窄了 這個拿捏 那個圖表的空間呢 是需要大家 不斷的練習 然後過後你就會熟悉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來 點上那個坐標了 第一個是 X是0 然後Y是2 X是1的時候 Y是3 X是2的時候 如果你要準的話 你可以用詞啦 Y是4 大概這裡 然後 3 上來 5 4 6 大概這裡 5 7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它 連接起來 我們就完成我們的圖表 我們的Graph 如果你注意的話 你看到喔 在PLDP裡面 那個Graph的座標 它們的 pattern 它們這個模式 其實是固定的 什麼意思啊 你看從第一個座標移去第二個座標 它是 向右邊 也就是POSITIVE 有一個位 然後再向上 Y的POSITIVE 有一個位 對嗎 U 上 然後從這個座標 去下一個座標 其實也是 U 然後 再上 這個也是 從2 去3 一個位 然後再上去5 一個位 也就是這樣喔 當X增加1 Y也會增加1 每次當X增加1 Y就會增加1 這個就是它的 pattern 它的模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當我剛才做到 第二個答案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後面的答案了 因為我已經看到它的模式了 每次加1 它就會加1 2和3 1去2的時候加1 這個又變成4了 所以我就知道 哦 原來是加1加1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寫 5 6 7 如果你直接 放進去算的話 比如說這個5和7 我們可以來檢查一下 看對不對 5 -7 X-Y 5-7 等於 -2 其實不用Calculator 也可以知道答案了 這個算來是要 證明給你看 這個你看的模式 不然就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了 嗯 然後也就是因為這個固定的 pattern 在PLDP裡面呢 所有的 Graph 都是直線來的 啊 如果你注意看的話 我們這個 它也是固定的 每當X 加1 -1 Y就會-2 當0變1的時候 6會變成4 然後又加1的時候 又會再-2 如果我現在問你 如果X3的時候呢 Y是多少 就是0 為什麼 因為2-2 就是0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可以自己 放進去算 所以這也就是講 如果 它要你做0到10的話 其實也不難了 你一知道 Battle or Go 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後面的答案了 不過那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這個是我們可以拿來理解 PLDP和Graph的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突然間看到有一粒點喔 跳 1位喔 或者是 它的Pattern不一樣的話 你就知道 嗯 有問題喔 那個Graph一定是直線 然後它的Pattern 它的模式一定是固定的 OK 現在我想要你們自己嘗試 B 一樣的步驟 找出Y 找出坐標 然後 畫出X和Y的平面 然後再 點上坐標 形成Graph 你們現在可以暫停影片 然後嘗試了 OK 我希望大家都已經嘗試了 這個呢 就是它的答案 當X是0的時候 X-2Y等於8 會變成-2Y等於8 因為X是0了嘛 然後 兩邊都除-2 Y就是-4 當X是2的時候 Y是-3 當X是4的時候 Y是-2 哈哈 所以它的Pattern是什麼呢 每當X加2 Y就會 加1 所以 4 3 2 所以我自己知道 這裡是-1 然後再加1 就是0 然後再加1 就是1 嗯 因為上面都是固定的 加2 所以下面就是 加2 所以坐標 我們寫完出來的話 就是這樣 登登 OK這個時候我們就看 X需要10cm 哇 所以需要很 很大的地方 不過 剛剛好 大概是這樣啦 不過這一次啊 你要注意啊 因為Y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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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了,刚才我忘记标签了 哒啦,好了 所以记得哦 X如果有negative的话是在左边 positive在右边 Y positive是在上面 然后negative是在下面 OK,当X0的时候 Y是negative4 当X2的时候啊 Y是negative3 当X4的时候 Y是negative2 当X6 Y是negative1 当X8 Y是negative1 这个是negative1 这个是negative1 那X8 Y是0 那X10 Y是1 所以这个时候 最有满足感的步骤就是 这个啦 把它 连起来 OK,好像你看这个有点太远了是吗 我们就 涂多一点啦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画在真正的graph的纸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过如果真的画在 那个graph有格子 格子的纸上呢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啦 最后呢 老师只想要提醒呢 找出这个Bernierlessian 的掌握 非常的重要哦 你要知道 你看这里 你要只是一个步骤 可能你就是漏了那个negative 会错到完 然后graph也会错到完 上梁不振 下梁歪 所以在前面这个 找出PLDP的Bernierlessian呢 一定要 小心 不过对于早时而言也没有说什么白费 因为做错了 我们反而能够学习 所以 对自己有耐心 然后 做的时候记得细心 OK,接下来的这个Jondor 还有两个C和D 然后它唯一的不一样呢 就是它给你Y 然后要你找X 所以这是你要注意的地方而已哦 然后后面还有两题练习 所以总共有四题练习 这练习的答案 我们在下一堂课 我也会揭晓啦 所以大家继续加油 今天就到此为止 拜拜